问题与讨论 沉淀物恰好遮住十字记号所需的时间 这代表什么意义? 答 当沉淀物恰好遮住白纸上的十字记号时 代表硫带硫酸钠与盐酸反应产生相同量的硫 藉此可了解生成相同量的硫所需时间的差异 3.依据实验结果 温度与沉淀物恰好遮住十字记号的时间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? 答 在生成相同量的硫的情况下 温度愈高时 遮住十字记号所需时间愈短 表示反应速率愈快 探究提问 1.有哪些方法可以加快沉淀物的速度? 答 增加盐酸浓度可以加快沉淀的速度 2.考量各种变因后 选择一种影响沉淀速度的变因加以探讨 并以此写出实验目的 操作变因 控制变因 及应变变因 答 实验目的 探讨盐酸浓度不同时 反应速率是否存在差异呢? 3.参考实验4-1的过程 该调整哪些器材与步骤才能完成实验? 答 器材 0.5M盐酸调整为四种不同浓度的盐酸 调整步骤3 将原本结为0.5M的盐酸 更改为四种不同浓度的盐酸 调整步骤5、6 将温度固定于40度C进行反应 才能比较浓度 4.实验记录 答 依据实际状况回答 5.比对其他组别的变因及操作方法 探讨实验结果的一同 答 依据实际状况回答